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赵爽 我们来画尖角龙的全身 尖角龙是一种角龙类恐龙 但是它并不像透气的一些角龙类 就比如开角龙类 尖角龙的头顿比较短 因此它的头看起来 并不像很多后来的角龙那样巨大 所以我们在画它全身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是它头部跟身体的比例 而且它的头的大小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 就比如它的骨盆 你可以看到骨盆的长度跟头的长度差不多 头可能要大一些 然后骨盆的长度跟身体的长度跟头的长度 这三块大小几乎相同 但是略有区别 可以用头的长度做一个参考 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些比例 另外就是它的身体 由于它的后腿很长 让它的身体形成一个拱形 因此我们在画之前一定要做好起稿 好 我们现在就来画尖角龙的全身 所以我们在画面的角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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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